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豪 ATH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看我的视频 又来到了让人每个礼拜都很开心的休息天 你们都看了我的Iris MC2 还有Persona小改款的视频吗 那一个视频只是Part1罢了 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拍Iris MC2还有Persona的Part2 也就是上路试驾的体验啦 之前我就讲没有Test Drive Unit嘛 所以没有办法试驾那个车 结果咧 卖车界的网红 卖车妹啊 他就Inbox我跟我讲 这个车可以给我Test Drive 哇 我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很感动很谢谢 所以就赶快跟他安排了今天来试驾这一辆车啦 不知道在画面上面你们会不会看到我今天这一辆车咧 眼尖的朋友应该看得出它是一辆第三代的 为什么我会驾这辆 这辆出来呢 因为这个 它的定位就是 四五十千 然后就是V segment的国产小车 所以今天我特地搞了一辆 第三道 先去驾一下 然后过后才去试驾 我觉得这样子做才可以更明显的体验到 这辆台车在驾驶体验的差别 如果我是驾我的Nabara还是PRIVE 然后过后去试驾Ivis和Persona 可能那个差别就有一点 因为怎样讲,Navara是Pickup Truck Private是C-Segment,而且是一辆老车,旧车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弄一辆XXXX 第三代来先嫁一轮,然后再去试驾Persona跟Iviz 真的是没有想到,能这样好的 可以借我review,都不怕我讲话会太过直接这样子 真的是Thank you very much 也有可能是平时我好事做的多阿 好像去海边捡垃圾阿 看到有小鸭子掉进水里面,我赶快去救他起来啦 看到有小姐姐想过马路,我赶快去牵他 去试驾,他们为我准备的Persona还有Iris啦 现在我到这个试驾Iris还有Persona的地方了啦 我有跟他要求是,我想自己一个人驾 自己去review的话 啊,这辆车的缺点呢,我就是敢敢顺的啦 现在叻,我要进去看一下那个卖车妹有没有在啊 这个就是他的车行,不过我没有看到人叻 现在我就在这边等他来啦 他应该是还在忙啦 各位观众,我现在就在这辆全新小改款的Persona车上了啦 哇,真的,这个Meter啊,我很喜欢啦 上一次是没有试驾嘛,只是把它启动罢了 可是现在,我坐在车上启动了它 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info这些啊,是很清楚 然后中间那个LCD小屏幕是很好看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们来亲眼看下 它的这个质感呢,感觉上就是有很大的提升 刚刚我驾了XXX嘛,对不对 现在我来驾它的同级的对手 虽然是一个长尾一个短尾啦 来体验一下这辆Persona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啦 OK,它从静止到起步呢 你踩油的时候,它会有那么一点点的delay 可是这个一点点delay哦,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你不会觉得,像之前哦,我驾那个Saga FLX的时候 它的那个delay就真的很严重 我现在就是故意要走这种比较多车的路啊 我慢慢行驶,我就可以更清晰的感觉到 以前我驾Saga FLX的时候,这种慢速时候的jacking 在这辆车上是会不会发生的 so far,我这样走了一段路 有踩brake,有踩油,有踩brake,踩油 我是觉得这一颗牙箱呢 虽然还是一样punch的CVT牙箱 它可能在软件啊,还有一些调教上面做了提升 所以驾起来不会有以前那种顿挫感 那个顿挫感就很像你不会驾免我的车 你放class放不美这样子 啊,这辆就我没有感觉到那个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地面粗还是因为打压的关系 它还是有一点那个轮胎的噪音 可是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啊 它的确还是有把隔音做了进一步的提升啊 我上一次试Iris MC1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它的隔音做到不错了 这一个我感觉好像稍微还会好多一点点 然后它的椅子的支撑呢 大腿支撑真的是比X好太多 我刚刚做了那个X 现在做来这个椅子 我就觉得这个椅子它很像沙发 很厚实的感觉 然后椅垫长度也很长 做起来真的很舒服 我相信如果它可以把这个plastic bag拆掉的话 做起来会更加舒服 这一辆Persona叻 它跟XX第三代一样都是用Electric Power Steering Proton它比较注重在Right and Handling嘛 所以它可能把这个Electric Power Steering 调教到比较有手感一点 好像刚刚我这样XX的 就没有这种阻尼感 Rebound就比较差一点 Persona的相对做得比较好 这一点也是我之前在Iris MC1的时候有讲过的啦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review过的Iris MC1 还有XX第三代的影片 可是它的冷气真的很冷啊 这一点绝对是大家都认同的 Proton的冷气啊就是出名冷 我才刚刚这样开一下子我就觉得很冷 然后这辆车好像还没有订灯 如果有订灯的话我相信会更冷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delay啊 它的油门反应 OK可是当我转弯一个弯 我想要加速的时候 那个力来到比 XX直接也比XX快 XX就会好像你第一号牙起步很有力 接下来的每一个牙都是软车的 这个就不会啦 这个是起步没有力的感觉 其实它不是没有力 它是delay的那个油门反应 可是油门一上来了过后 它的反应是有的 是OK的 那一种脚感啊 真的是要你们亲自来试驾体验一下才感觉得到的 因为我这样子讲很抽象嘛 对不对 我现在打着这个低档停在红绿灯这边 我是没有感觉到这辆车有抖动啦 可是会有引擎在运作的感觉 有些车好像Vios 就是有一种 诶这辆车死火了咩 这辆车它也没有either stop啦 所以当然它不会在红绿灯的时候死火啦 试驾加速啊 诶我觉得它的加速是OK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是有点下坡的路 我觉得这个加速是蛮不错的 诶不错咧 那个油门反应将delaydelay 可是上了一定的速度啊 你在踩油它还是给你有动力来的 引擎声还是蛮大的 虽然它已经有把引擎式的隔音提升了 既然有机会试驾到这辆全新小改款的Persona 肯定是要做一下它的100-0的测试啦 然后用我自己的身体感觉一下 它的100-0是什么样的感觉 讲多不多少不少 也算是做了蛮多胎这种小型车的100-0测试啦 所以我知道那个感觉是介于好还是不好还是中等 今天咧就来试下这个Persona的100-0 现在开始加速 60 80 90 100 因为它没有帮我打开这个double signal 什么我印象中Proton的车在紧急刹车的时候 会自动打开double signal 这个它好像没有打开double signal 不过那个100-0停下来的感觉就是你不会觉得好像你的车 失控了乱忘了的感觉 不过还是会听到一些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信心的话 它可能不是我试过这样多辆 给到我感觉最好的啦 可是它的100-0绝对是有安全感的 它的right and handling 它是grip着转弯 是U-turn的时候我们踩大油都会有一种往外抛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会有那种轮胎打滑啊 还是一些不确定性的感觉 可是这个感觉太好了 这个动作我还要多一次 看它U-turn踩油 这个感觉真的太有安全感了 我完全不怕我的车会偏离我所摆方向盘的想要去的方向 这个感觉真的是 Good Job Proton 我很期待试Iris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这辆车是Sedad长尾的Iris是Hatchback Hatchback的right and handling 我不确定会不会比它好 可是我真的很期待 它的这个right and handling在这个价位 在马来西亚的市场也许是没有对手 论操控我绝对觉得这辆车操控是好过它的竞争对手很多啦 然后隔音方面啊风噪声啊 像刚刚我这样加速的时候 我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有什么风噪声 路面给我的感觉啊 撞洞的回馈啊也是很ok一下的 可以感觉到这辆车啊 它的车角啊是很solid的 不会很松散的感觉 好像你撞一个洞就都弄松散的声音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新车啦 不过它在撞洞 它在过那些路面的drop的时候 给driver 的感觉 真的是有很大的安全感 我觉得刚刚我在坐那个油灯的时候啦 它的指向会这样准确 然后也不会有那种要失控了的感觉 很大可能性是因为它有 Behager Stability Control的补助啦 你想象一下你在highway高速行驶的时候 你要向车啊 前面的楼里掉了一个油桶下来 你要闪啊 那些动作是给driver很有安全感的 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来试驾一下 这辆最新小改款的Persona 我对这辆Persona的评语啦 一个总结就是我觉得它冷气很冷 车角很好 然后再做一些比较大动作的切换车道啊 油灯彩油啊还是100-0啊都好 都是给driver很有安全感的 还有就是它整辆车的interior view quality 是明显感觉solid的 第七刚刚我驾的 第3代 它的这一个内装质感 还有汽车撞到路动啊 还有一些好像路顿啊 回馈进来给我们driver的那个感觉来讲啦 这辆Persona的确是 比较好的多 可是起步的时候 那个delay的感觉呢 我就真的是觉得还有带进步啦 OK啦我们拿考试成绩来讲 假如我驾到Honda City的CVT 考试成绩是70分 Vios也是差不多70分 那么这辆应该会在55分左右 然后Saga FLX CVT大概是35分这样子 我个人是觉得不及格的啦 因为CVT阿翔就是要给你开起来舒适嘛 但是叻一点都不舒服 至于我的Persona 我觉得它的牙象反应应应该是有45到50分这样子 也就是讲这一台Persona它的牙象反应会比我的Persona还要来得好 好啦这一集Persona的试驾体验叻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小铃铛按下去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视频 对你身边的朋友有帮助啊 不要忘记把它分享出去给大家看 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集再见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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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